这边那个雨真的是说下就下 刚出来玩一会就下了 所以说这边你也想露营的话 不好意思 露不了 这太大的太多的雨了 我感觉一天24小时感觉 它无时无刻都在飘 你看你看你看 牛你还都不拧你 我跟你讲 你看你看 它吓到跑了大板 呦 你在那放车上 我看看那个牛 我看那个牛怕不怕我 牛牛过来 这些牛牛应该都会都是挺乖巧的 牛牛 你看它一点都不怕人 看到没有 呦 这牛牛一点都不怕人 牛牛不要玩一玩呢 把他关起来 虽然飘了点小雨 但是我刚发现 这里的牛 它不怕人 万一想和牛去玩一玩 小心它的小牛角 牛不会踢人吧 牛不会踢人的 牛很乖巧的 来 我在它后面 你看它 它吃它的草 一点都不受影响 你摸它屁股也没事 马也没 不是让马 你摸它屁股也没事 小牛牛 我害怕 牛牛 嗯 这万一吓的 我有点害怕 你看啥呀 不怕它追我 不会的 牛牛很乖的 牛牛是不是 牛牛是不是 哈哈哈哈 哎 牛牛 你别开玩笑 你别做出那个往后退的姿势 呃 你在后面 看着有点吓人 哦 马 嗯 去看看马 马不行 我要踢我 马没事 马 你从前面走 马 马 马儿 马儿 你怎么就这个造型呢 上来给我骑一下呗 哇 好酷啊 好酷啊 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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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酷啊 一看就是那种伸手矫健啊 是不是 哇 特别帅啊 哇 特别帅啊 我觉得在这里啊 鱼 可以和大自然特别的贴近啊 是啊 不行 我今天一定要摸这个牛一下 哈哈 臭牛 我跟你讲啊 我不要怕你去摸它 我不敢摸它 我不敢摸它 你去摸吧 哈哈 哈哈哈哈 去摸它一下没事的 哇 这么多 马粪 嗯 牛牛 你过来嘛 牛羊马也挺温顺的 牛牛 你过来嘛 还准备会走 它也不会 它也不会跟你做对啊 你看看 它就慢慢的走 你不急不反了 吓大了 吓大了 我们先回去吧 好吧 回去吧 等一下轻一点 我们再出来玩吧 好 大白的里面叫了 看我们不带它 走走走 哇 又来了两辆车 啊 下雨了下雨了 快回去吧 下大雨了 这里面有个冰川 你们有没有去啊 卡清冰川的 嗯 没去 没去 你们去了 打算去一趟 你们去了 你们怎么去啊 开车进去啊 那路好看吗 我不知道 哈哈哈 我也不知道 嗯 卡清冰川 在那个义公乡那边 看到那个指示牌了 这里开过去也可以的是吧 一直开一直开 在那个乡那边嘛 在乡那边 那个是景区还要收门票的 还不收门票的 这我也不大知道 没有我们的车嘛 我感觉不知道能不能开车进去 所以我们就没打算去 我们要去一趟啊 加个微信嘛 到时候好走 或者是漂亮的话 告诉我们 我们也去 可不可以 看一下我们的这个车好不好走 你们这里还要住一天是吧 我们都是 我们也可以也是随便的 随心情的 然后充足的时间 对对对 如果说那边好玩的话 那我们就 我们就开过去 我们开过去 我们一辆车 看一下的 你们车应该可以 你们车没事 我们就怕 帮你们去探一下路啊 谢谢啊 你这里啊 这个早天 今天天气不好 本来那边不是雪山 对对对 早上的时候天气好 早上天气好 这边一到下午就下雨 哎呀 这边是整个湖 比如说这个湿地环境是最好的 他们这两辆车要去那个冰川 昨天 昨天我们想去 怕车走不了 加了个微信 他们好走的话告诉我们 我们也去看看 走吧 弄饭吃吧 下雨了 下雨了 外面又下雨了 我们只能灰溜溜的回来了 等下午出太阳 我们等它不下的时候 我们再出去玩吧 又到中午了 今天中午呢 又可以吃炒饭了 吃猪油炒饭 今天中午呢 还是吃这个猪油炒饭的 这个猪油啊 没有听网友的 我是忘记了 忘记放点水 把它那个油给它炒出来了 豆芽也放了一起炒怎么样 可以没问题 哈哈 喜欢吃豆芽 中午的食材 猪油 烤肠 豆芽 还有什么呀 还有什么 今天用大锅炒 青椒要不要咯 青椒可以要啊 胡萝卜没有了 胡萝卜没有了 这边应该买个胡萝卜 青椒吧 青椒啊 嗯 好 反正食材有的都用一下就好了 都是小配菜 好了 我们那个配菜就差不多了 一些那个香肠 还有青椒 豆芽 还有黄瓜 对 今天打两个这个 噶马鸡蛋 两块钱一个 让这份 让这份蛋炒饭 直线升值 打两个 啊 好嘞 他说这个鸡蛋最出名的是他的黄 但是我感觉这个黄 好像也没差区别 嘿嘿 看看这个猪油吧 还是用猪油炒饭 香的 把这一大锅全炒了 所以今天把这个炒锅拿 今天把这个炒锅拿回来了 所以呢 要把这一大锅炒了 炒的话晚上还可以再吃一点 听着外面的雨声 非常的安静 把这个猪油给它划开 哇 一下子感觉这个就就香了 嗯 大白也过来了 味道 大白也特别的逗逼啊 炒饭不粘锅 就是要把这个鸡蛋给它炒散炒干 这样的话米饭再放进去 哎 对了 就一点都不会干过了 就那个大铁锅炒其实也是一样的 哇 再放进去一炒啊 这个是挺香的 老鸡炒饭好喽 中午我们又吃炒饭 看起来 还行嘛 嗯 好 我们家鰻鱼尝尝这个咸蛋 你看里面有个爱心肠 菠菜 爱心肠 豆芽 还有青椒 一口什么都有 怎么样 好好吃啊 好吃吧 嗯 肥死我了 猪油 没有了 猪油没有了 还是少吃点 看谁啊 好吃啊 嗯 酱油饭了吗 放了放了 昨天剩下的灰锅肉啊 然后呢 再放点这个绿叶子上海军 给它炒一炒 这样的话 里面是有个饭 有个菜了 哇 温情还不错啊 我们的中饭 一盆炒饭 炒肉炒青菜 再来一个鸡爪 配点金针菇 哇 感觉这个也是挺丰盛的嘛 有没有 丰盛 丰盛 再牛肉给我吃 好 牛肉给你吃 金针菇我吃了 好嘞 开吃 这个是小可乐 哇 小可乐 必须要配配 这样的话吃才不腻啊 旅行的意义是什么呢 就是一日三三 有美景 有爱人 有爱情 美食美景 对吧 艺人爱人 爱犬 爱人 加点青菜够完美的 哇 真的想说 这炒饭啊 比一节啊 对吧 刚刚那两辆车应该往冰川那边开了 晚点看看 如果我们吃好走 我们也去看看吧 我们去看一下 我地图呢 这边唯一不好是天天下雨 真的是天天下雨 想出去拍个张额拍不了 对 下一会的话那个地就湿掉了 跟着拍张额没拍张 就下了 爪子又好吃了 我感觉你要成个大厨了 那必须的 就是你的专属大厨 在西藏这里嘛 本来你很多东西就买不到那个新鲜的 就是说尽量的还是 我觉得在高原少吃肉 我觉得这些肉都是急冻的 那么就是要卡到这个 当地的这个季节 就是他们杀牛啊 杀羊这个季节啊 这个季节会比较好一些 那这边牛羊肉 西藏这边牛羊肉也是可以的 看他好像是要专门的季节才会去杀 嗯 他一般不杀的 昨天问了一下这边的本地人 他们这里能看到就 和你我的小虫子啊 他都要把那个 他都要把那个虫子捞起来 就是比较的 爱护生命嘛 他们这里的牛羊马呢 都是如果说一定要宰杀的话 都是把它直接卖给别人 他们这边村子里的人是不杀的 这不是 自己养的东西 自己舍不得 加点豆芽更脆呀 有没有 嗯 好吃 我也想学我发豆芽没发唇龙 要不你试一下 我试 这种活不适合我 我适合干一些 基地活 这香肠好香啊 给大伯爷来一口吧 来吃吧 吃吧 小狗头 希望吃完不要下雨吧 我还想出去拍照呢 看这狗子啊在这里 对着外面的牛马 在这里敲碗 举个意思啊 是不是叫那些牛肉马肉到碗里来啊 对着人家在这里敲碗 好搞笑啊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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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